我们现在来请教汤老师 老师什么要什么要讲的 女生在感情上 她经过一些历练之后 她真的就开智慧了 对 其实像这样的话 其实她把每一段失败的恋情 把它当作是一个 冤亲在主 转成冤亲功德主的一种现象 等下你说什么 把冤亲在主 转化成冤亲功德主 这要很高深的智慧 对所以才会开智慧 好难喔 像这样的人 他把例如说 每一个身边害他的小人 他都会把它当作是 学习成长贵人 所以这确实需要一个 很大的智慧 才有办法这样转念 但是拥有这些手面向的人 他最终都可以走向 这个智慧的道路上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你的首相 有一个聪慧文的话 代表说你真的是很聪明 但是你是有智慧的聪明 而不是很执着的 好来看一下 如果说你的智慧线上 有一条平行线的智慧线 或者是有分叉的智慧线也算 分叉有 如果你的智慧线有分叉的话 代表就是说 他可能在感情上的 例如说失败 经历过一些挫折 但是他懂得去学习跟成长 或者说他觉得说 可能分手原因是觉得 男朋友觉得他的学历可能不够 但是他可能就觉得 好那分手之后 我要去充实自己 多去念书 多看书 让自己的生活充满了智慧 所以他会把这个重心转移 让他不再是一个没有脑袋的人 所以他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让他自己的生活 例如说学画画等等的 他可以让他更多才多知 所以不要一直陷入这种情商里面 所以像这样的人呢 他会用转念学习的方式 来安慰自己 平衡自己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如果说你的首相呢 有一个独立纹 就是说他感情失败之后 他会越学习独立的 就是我们的感情线呢 延伸自十指的下 那个中指的下方 但是呢 他可能会有三条的分叉线 有啦 有三条 三叉极 好像不止三条 或是有三叉出去了这里 有三叉的 哎呦 你还是标准的那个 对 他是学会成长 不经一次不长一致 所以像这样的人呢 他比较 算是如果说 感情失败之后呢 他会越学习越独立 可能这种人在谈感情的时候 他会想要掌握一切 例如说可能 他可能会掌握他男朋友的行踪 各方面他比较没有安全感 但是呢 如果一旦是因为这些 他的坏习惯 然后导致对方压力而分开的话 他会去反省自己 说到说 我不应该这样去追踪他 我不应该给他压力 比如说 其实像刚刚玉琴姐说的 他应该是属于第三个自主向 哎呦 那我三个都有了 我两个已经都有了 其实第三个会更符合你 什么意思呢 就是要相信缘分的人 例如说呢 他的颧骨呢 比较低一点 他不是很高耸的颧骨 但是他的颧骨呢 还是有点包肉的 玉琴姐虽然脸很小很瘦 可是他的颧骨呢 是比较往下 但是他有肉包起来的 没有这样唱唱 所以像这样的人呢 其实他可以放下执着 而且活出自我 因为他相信缘分 他觉得这段感情呢 虽然他曾经爱过 但是他觉得分手的话呢 他应该要随顺这个姻缘 但他内心其实还是有他的 还是关心他 因为他觉得这是 曾经拥有的缘分 或许呢 过往的回忆都是美好的 他是珍惜这个美好 所以相信缘分 所以他可以越活越自在 而且会把这些 所有的经验呢 转为自己的一种智慧的语录 然后来去帮助别人 所以也很好 来看一下呢 第四个 如果说你的长相呢 有这种成熟相 不是长得很老气 不是六岁长得跟现在一样 那我也是啊 成熟相的话就是 你的耳朵呢 要厚实 而且呢这个耳垂一定要耳朱哦 但是呢你要搭配一个什么 搭配眼神要坚定 什么意思呢 因为当你这样的人呢 其实他会去照顾他另外一半 可是呢 如果当这个另外一半 可能对他不好一直劈腿 可是呢他一开始 他一给一次机会 两次机会 三次机会 他都会给 但是如果说他给到最后 他自己很痛苦 但是亲朋还有给他意见的时候 他会听的 他还是最终会走向正向 但是有一些人他很执着 例如说有这样的耳朵 但是配合呢 两眼无神的话呢 其实他会一直不断的付出 不断的付出 然后呢 他是付出的很没有智慧 所以就是一个假慈悲 烂慈悲的现象 所以呢如果说 有这样的耳朱的人 配合一个有神的双眼的话呢 其实呢 他是可以听进去很多人的建议 让他呢 可以真的脱离苦海 所以像这四款的手面相呢 都是经历过一些波折之后 人生呢会有智慧很豁达 所以呢也是一个 非常有福报的一种手面相哦 可以再接受之后 还是一种手面相片 属于转的身体 但是我们的模特负导 他是在这一种手面相片 移分度的双眼相片